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吉祥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佛学的名项 叫三慧 三慧就是文所成慧 诗所成慧 修所成慧 也就是说 我们的智慧要从哪里来 那就是这三个步骤了 文 诗 修 那文就是听文 当然这个听文其实指的 并不限定于说 只是听 其实是所有资讯的入口处 我们用文法听文来代表 那如果以实际上举例说 比如说我们阅读 我们看书 我们听讲课 听讲佛法 当然这个听讲也有说 我在这个寺院里头 我在教室里头 但其实还要应该是更广 就是说 以现在来讲 网路资讯那么发达 所以这些全部都是来源入口处 包含 我们讲说 这个经验的累积会成为智慧 就智慧由经验累积而来 那这些经验的累积 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入口处 所以文所成为 就是你保持的一种学习的心态 包含一种对外境的一种好奇吧 保持的这种态度 那就是学习一种 在任何真的 我们讲说文书欲原则有失 就是说文书菩萨 为什么他是欺佛之师 为什么他是智慧第一的大菩萨 那么这有句话讲 文书欲原 文书菩萨遇到所有的因缘 都可以成为他的老师 山人行必有我誓焉 所以智慧的来源 他有一个 你只要保持着这种 开放性的学习的这种心态 不会说 我都离开学校了 我不读书了 或者是说 有些人整天上网看的 其实知性的不够 知识性的不够 然后太多那种八卦 那种占据太多的你的时间 时间就是你的生命了 我觉得是一大损失 那总是智慧从哪里来 第一个文 除了听文 另外阅读 另外你的观察 遇到因缘 就如同文书菩萨 所有的因缘 都可以成为他的老师 那么难怪 他会成为智慧第一的菩萨 所以第一个是文 那第二个是思 思维的思 思考的思 我对第二点 这个智慧的来源 思想 思考 思维 我真的是 有很多话要说的 当然我们不会超过时间 我要说 因为 中国佛教 其实佛陀时代 告诉我们要文思修 可是佛教传入中国 都超过两千年 慢慢的 因为整个中国的历史 差不多也是一部战乱史 从古代 如果我们要读中国历史 那是很辛苦的事情 一改朝换代 常常都是战火 就是民不聊生 那有时候要逃难 有时候真的是 这个生存都顾不上了 那哪有这种 这种心灵上的精神 这种充实丰富提升 这一方面 当然也顾不上 所以慢慢的 本来 中国佛教到唐朝 实在讲是 真的是 一时兴盛 最为黄金时代了 这个八大宗派 百家齐放 这样 各宗派的主师大德 都是那样子的 就是对于弘法来讲 真的是一时兴盛 但是因为 就是这个 在这个战乱 改朝换代 这个过程之中 慢慢的 这个唐宋过了之后 宋朝以后 这些各宗派的 主师大德 慢慢的 这种就减少了 那能够在这个 移动之中 或者就是叫逃难之中 还可以攜带 大量经典 去逃难的 我想也是 很有限 所以就形成了 要不就一句弥陀 天下匹迷 就 这个 就是念佛就好了 尤其当时的 这个净土宗的思想 说 这个事情太苦了 好像 就是往生西方就好了 这样 那这个净土宗就发达了 之后呢 当然禅宗 当时来说 因为 禅宗 这个 水边树下 走到哪里都可以 说只管打坐 也不需要太依赖 外在的物质 所以慢慢的 也就 大概八大宗派 就剩下这个 要不就只管打坐 要不就是只管念佛 大概就剩下禅 跟禁 这两大法门 那其他的 你像华言中 天台中 法相中 这些要去思维 意理的这一种呢 慢慢就比较 不是那么兴盛 就是不是那么多人去研究 甚至有的人讲说 学那么多做什么 一句佛号就好了 不用想那么多了 就是打坐就好 往那里坐就好 慢慢的不思考 这就是我要讲的话 明明佛陀告诉我们 佛陀教导的内容 他不是只有 用在生活中 他关系到我们的生死 他关系到我们的生命 你不去思维 你怎么去跟 整个这个生命的内涵 去连结在一起 所以我有时候 听到人家讲说 也不用听那么多 比如说 我们现在佛学讲座 或者我们有佛学班要上课 有的人就说 我都在家里修 你不用听那么多 我听得很难过了 因为那佛陀 为什么讲49年呢 如果我们不用听那么多 那佛陀干嘛要讲那么多呢 这个实在是太不了解 佛陀的一番苦心 既然佛陀告诉我们 教我们这么多 我们必须听了之后 就不管你是听还是阅读 或者就是你说 你在家里头看 或者你上网看 那不管怎么样 你一定要通过你的思维 思维 思维什么呢 不是单向的 对这个法理 就是理论的思维 而是思维 那跟我是什么关系 思维跟自己的关系 思维 我现在的状况如何 自我反省 自我觉察 觉照 像这样子 所以这个思维 是两个方向的 一个是对法 一个是对自身 自己 那两方面思维 然后中间产生连结 这个是要通过思维去练习的 你都不想忙修下练 怎么行呢 那么最后呢 讲这个智慧的来处 到最终你从你听了 你学了 然后你也思考了 你也有很多的反省了 之后你必须所谓的修 就是 当然这个修有两个层面去讲 第一个就是说 你必须去练习的做做看 比如说 哎呀 我过去就是都话太多 常常讲话不得体 言多必失 得罪人 好以后我讲话呢 我在那个哪里 我要练习着 用一点力 不开说我就不说 用这个用什么力 用忍力嘛 你听着说忍辱忍耐 你有听 你有思维 我应该要改 再下来就是境界上了 修 你要练习着去做 那个真的在修正自己的言行 当然 其实我们上一次讲课 谈到这个修定 这个修里头 其实要借助这种修定的练习 让我们所理解来的 这种智慧 佛法的内容 真的要把它稳住 是要靠一种定力 所以 任何你思维来的法义 你明白的道理 包含你反省自己 知道自己足 或者不足 哪里够 哪里不够 像自己 比如说有的人脾气不好 你都知道了 佛法也听了 那佛法跟你的脾气不好 有什么关系呢 你得去练习看看 下一次境界来的时候 真的在境界里头去修的 所以智慧从哪里来 文 从这三个面向 其实它是说 它有一个 我们讲的时候 当然足字足句 有一个顺序 但其实这个中间 它也可以讲是一体的 也可以讲是有一个层次的 那么就看你的 这个日常生活中 这个我们的行为 起心动念非常的复杂 那么总是呢 你知道这些概念 有了这个概念 你实际上再去练习做做看 慢慢的 你从自我的修正 实际上的 这种修正 这些言行之后 你会发现 你的定力加强了 你的智慧提升了 这个是今天 在谈 这个三会 这个名项 那希望我们大家学习 也有一些重点 知道 我要有智慧 智慧才是真正 带着我们解脱 生死轮回的 带着我们走向觉悟之道的 这个根本的方法 就叫一个智慧 那从哪里来 从学习就是文 然后思维 就是思 到你去 这个叫practice 就是你要去修行 你要去实践 然后让智慧 真正的产生 从我们内心 直接可以发展出来 那么相信对我们的学佛 才是真正的究竟之道 在这里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感谢观看